把第一天放在本月第一天的位置 那我們剛剛多做了一件事 就是產生的什麼 第一天的結束日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把 剛剛這個公式 Ctrl C 一下 取消 這個看直接Call會不會OK 好OK 因為位置一樣 所以不用改 所以記得這邊要有東西 然後我們去把公式稍微改一下 也就是說減掉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是L4 那VPA裡面要怎麼表示L4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就是用什麼呢 如果你兩個都鎖的話 比如說你這樣L4的話 兩個都鎖 記得把它改成Range就可以了 然後減掉L4 把1加回來 我們試一下 這個動作是第二階段 把它做一個執行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 因為我是2016的1月份 它的第一天是禮拜五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都會是負的跟零 然後 不過這個地方 第一天位置就正確了 再來就處理什麼 如果它小於1 或者是大於總天數 比如說總天數的話呢 是31天嘛 那也不顯示 那怎麼做 所以萬年曆1 萬年曆2 等一下再來看萬年曆3 好了 3其實很簡單 就是做一個什麼 邏輯判斷 if 偶爾 那可是怎麼把它放到VBA裡面 這個好像前面也有都講過啦 只是說 你們要快速的把它寫出來 應該是還是有點難度啦 不過我看有些比較用功的同學 應該沒問題 那如果將來你都可以很直覺的 想到什麼 就寫出什麼的話 那很多東西就很好解決了嘛 所以現在我幾乎可以達到這個境界了 所以寫個東西很容易嘛 然後你很多東西把它串在一起 變成一個按鈕之後 按下去 你感覺哇 非常的有成就感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事情 全部都處理完了 也許你每天都要處理 大概至少一兩個小時以上的事情 有的時候你按下那個按鈕的瞬間 答案就出來 報表就出來了 那感覺應該是非常好 那我之前工作的內容 有一部分就是在處理這些事情 如何把冗長的時間浪費 做一個很高效率的處理 就主要做這些啦 所以為什麼你說要做VBA 學這VBA幹嘛 如果學了沒用 那真的不要學了 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你工作裡面 不需要提高工作效率 反而你時間太多 每天喝茶看報紙時間都 都怎麼樣 都還嫌太多的時候 那你不用學這些東西 因為對你而言 應該一點幫助都沒有 對不對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你每天一直要加班 一直要做不完的事情的話 那你學這個恰恰好 OK 所以有的時候在不同的地方 其實我去過那個公務員訓練處 因為每個月固定都會去 因為每個月固定都會去 有時候上到一些太高 有時候看一下大家的反應 好吧 那就到這邊就好了 不要再講 因為講太多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說 我講很多 我講的性高財力 可是底下如果沒有回應的話 那會覺得 就到此 OK 不一樣 不一樣的人生 每個人面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他的眼神是充滿渴望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東西太棒了 但如果你從他眼神裡面看不到 就像我跟那個白天的日電部同學 上課的時候 你跟他講 你還要跟他講為什麼 跟他講為什麼 他還聽不懂 因為他就是 沒有這種情境嘛 你跟他講再多 然後他會覺得說 老師那怎麼辦 你只能用那種學分 用成績去 至少確保他能夠來上課 確保他能夠把我的東西聽完 大概這樣就夠了 因為你跟他講的東西 太抽象了 因為他沒有那個挑戰 沒有那個問題 所以他還不懂 這個部分我想各位 等一下先把第一段跟第二段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第三 第四第五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些東西都跟剛剛是完全可以match的 也就是說你的函數 當然我不是說函數不好 就是說函數有他函數的使用的限制 那也就是以後 如果說你希望能夠再提高你的效率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稍微轉換一下 以後他全部都自動化 那感覺會是很好的 OK 試試看喔